美國政府在7月通知中共關閉休斯頓領事館 同時還責令中共撤離所有 派駐美國的中共軍方的研究人員 因為美方發現中共外交官在幫助 這些中共的軍方人員掩蓋身份 以獲取美國重要的科技成果 美國政府上個月吳玉錦下令 中共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必須在3日內關閉 引起國際間軒然大波 美國司法部官員出面解釋 聯邦調查局長期監視休斯頓使館 認為這是中共竊取美國智慧財產的秘密基地 美國司法部副部長約翰·德莫斯當時透露 全美30個城市都有疑似中共間諜活動的相關通報 休斯頓使館只是冰山一角 《華爾街日報》8月25號透露 美國助理國務卿史蒂威7月21號告訴中共駐美大使 休斯頓領事館必須在72小時內關閉 同時還傳達了一個指令 那就是撤走所有在美國的中共軍事研究人員 它說明中共有大量的在美研究人員是隸屬於軍方的 而且他們都是偽裝成平民進入到美國來竊取各種技術 那麼領館也在事實上成為這些中共間諜的一個庇護所 所以呢 它事實上這個領館也好 包括這些外交官也好 它已經不是一個正常的外交機構 它也不是一個正常的外交人員了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還說 這條指令之前並沒有被報導過 這項指令是由於幾個月以來 中共外交官協助搜集美國大學尖端科技成果的行動 被川普政府認為是太嚴重 根據美方官員以及法院文件顯示 在中國在美留學的生物醫學、人工智慧方面的研究生 對於他們的中共現役軍人身份各有不同程度的隱瞞 它所釋放出來一個最重要的信號就是 美國對中共這種無所不用其極的這種盜竊行為 已經失去了忍耐力了 所以美國現在的行為正在變得越來越傾向於強硬的打擊 這個已經是不真的事實 我相信中共對這一點也是心中有數的 報導說 五月白宮決定對這些研究人員實施簽證限制 中共開始將這些研究人員從美國撤離 並給出指示 中共外交人員的反應讓美方起疑 檢察官指出 其中一個例子是 中方研究人員被帶到華府中共大使館 要他們刪除所有電子設備中的檔案 因為美方人員可能會在機場對他們進行檢查 中方人員冒充平民的這種方式 從美國竊取大量的技術呢 可以說已經有很長的時間了 中共它在這次這個事件之中 它已經形成了一個如何在緊急的情況下 快速的撤離美國避免被抓 或是避免出事的一個非常成熟的應對機制 有中共軍方背景涉嫌簽證欺詐的中國訪問學者唐娟 曾在舊金山中領館隱匿長達一個多月 唐娟於7月23號被逮捕 檢察官說 中共軍方背景涉嫌簽證欺詐的中國訪問學者唐娟 中共軍事文件顯示唐娟在研究生物製劑解毒劑 旅美時事評論員藍述表示 如果美國政府再不採取行動的話 用不了幾年就要付出巨大的生命財產等等 各方面的代價才能夠處理得了這麼一個隱患